各位車友好我是教室 我要利用這支影片跟大家說一聲抱歉 就是對不起我真的買1199了 可是其實我不是真的想要唬大家 是因為我買119這件事情真的是一場意外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就是跟富哥買車 後來我就一直請富哥幫我找1199 結果沒有想到富哥在找到119之前才去找到F3 然後呢就因為我跟他買F3的 結果突然之間我就變成MV254R的形狀 其實我還是一直在等富哥他去找1199 但是富哥你那時候賣我F3之後 大概多久沒有找到1199 大概快兩年差不多 所以就是這兩年突然才在五月份的時候才有那台紅色的 剛好遇到 其實那時候富哥人真的很好 因為他在五月份收到那台紅色的119的時候 他也知道我哈119的哈很久了 然後他就覺得說不然就是把那台車先借給我 讓我去試騎 可是我說富哥借我富哥真的是借我 沒有錯吧這真的是借的 真的是借的 真的是借的 可是每個人都說我買1199了 然後我就已經真的很努力跟你們曾經說那這真的是借的 可是你們就一直說那是買的 然後我也沒辦法 富哥我跟富哥跳到黃了都洗不清 真的是借的沒有花錢 對這應該是富哥沒有花錢啦 就是單純是以朋友的角度然後把那台車借給我試騎 然後其實那台紅色的1199 我就已經很心動心動到靠北 甚至已經把我A53推去火箭然後賣掉 可是在最後關頭我決定好 我真的不可以那麼衝動 因為我真的覺得我太衝動了 我想要學會克制跟冷靜 所以後來我就跟富哥說富哥沒關係啦 那台車感謝你借我啦 然後富哥後來就真的是把那台車賣掉交車 當富哥把那台1199收回去交給新車主的時候 突然之間晚上就有一個人私訊我說 教室請問一下你的S2R有沒有賣 聽到之後其實有點shocked 說奇怪我什麼時候說我要賣S2R的 然後我就請他說不然你就自己開個價格 你就覺得OK這台看車嘛 就想要把它打發掉 結果沒有想到這個時候富哥突然跟我說 他收到了一台很漂亮的1199 還是三色版的 剛好就是買賣就這樣子啦 講求緣分 剛好你想買 剛好他要賣 也剛好符合你的預算 那就成交就這樣子 因為富哥說那台車好像就是收藏家是不是 真的那買來看的啦 這沒在騎的 就是看的而已 2013年車拋幾千公里 就是蠻誇張的 所以算說那台車的價格比較貴 可是真的很漂亮 然後我看到之後 我就說哇靠 富哥你不是這樣對我的吧 我都已經那麼努力的 成功的克服掉那個衝動了 結果沒想到突然之間 你又再給我第二次衝擊 所以就整個是說 緣分 對就像我講這樣 買二輪車需要緣分 然後緣分真的是一個非常特別 可是又很靠北的東西 富哥跟我都沒想到說 居然可以短時間內就收到2台1199 而且居然可以一台收得比一台漂亮 然後又加上 有人要跟我買我的S2啊 所以你就說這真的是緣分啊 這真的是緣分 遇到 可是其實那時候 我就真的想說不行 我還是必須要冷靜 因為這個實在太誘人了 但是我必須 克制我的衝動 就賣個老臉跟富哥說 請富哥幫我 或把那車留一下 有點破壞他的韓國啦 因為其實富哥不太幫人家留車 就是他甚至連下電競 都不太要求人家下嘛 我不喜歡那個下電競 真有要你再下 這樣子 因為你不是說你是常碰到那裡 就是 哎呦 那時候又理由 又反悔啊 又怎麼樣的啊 要退他錢啊 那我覺得太麻煩了 因為其實 定競這東西 富哥這邊吵蠻久的 像之前就還有碰過就是 想要下電競 然後富哥說沒有要給他下 然後給他跑貸款 結果車被他買 被現金買走 一起買走 對 但是我那時候就是覺得 不行我要克制住我的衝動 所以我就請富哥就賣個臉 請富哥幫我留下來 就想說如果有機會 我可以去阻止那個人買我的S2啊 那我也許就可以再成功了 克制住這第二次衝動 結果誰知道那個人一聽到我講完之後 他第二隔天就從台南跑上來 然後原本預設是說 好我跟你聊完天 那聊完之後呢 我就跟你說沒關係 回家慢慢考慮就好 然後就是不賣他車 再跟富哥說富哥對不起啊 我會突然沒賣掉 然後就這樣子 結果誰知道那個人一下車之後 就直接把電競丟到我身上來 我完全沒有任何 可以阻止他的辦法 真的 然後就是這樣子 就 好啦 掰掰 突然之間就是 哇 怎麼辦 那就 就成交了 就成交了 所以其實我不是真的刻意 想要跟大家隱瞞 就是 我買119這件事情 是因為從而到尾 我都不敢確定說 我自己是會真的買那台車 結果誰知道就是被阿犬 還在跟富哥聊 就跑過來給我爆料 然後爆到後面 全世界都知道說 我想要買1199 然後富哥有在的三車版 對 然後搞得好像就是 我靠我真的買這台車一樣 你看其實所以說 欺騙大家是阿犬 不是我 OK 是阿犬的問題 對不對阿犬 又我 就是你的問題啊 就是我了 對就是你的問題 沒錯就是你的問題 好吧 就是因為你 Gun Gun 不過 真的阿 我會這麼這樣 新的富哥 然後就請富哥幫我留車 然後也沒有看車 就直接請他幫我留 的原因也是因為 富哥這邊 我可以很信任 像這一台 CBI15in 這個是我到富哥店裡面之後 我最shock的一個東西 你覺得這台車 它可以賣多少錢 它新車是16萬8嘛 2017年的 結果你知道富哥在賣多少錢嗎 我記得好像7萬8 7萬8 但是 加點數叫7萬2 富哥就是這樣子啊 就是車來 里程度多少 就不知道多少 這種外觀這麼新 然後看不太出來 里程數的車 其實你稍微變個魔法 把前面的7變成1或2啊 其實這台車 甚至可以賣到12萬 富哥他講什麼 就是真的是什麼 他也不會跟你唬爛 車況有問題的車 他就是便宜賣給你 說清楚講明牌 就是這樣 這麼簡單 所以就是為什麼 我敢這麼信任富哥 然後請他 就是直接幫我處理到好的原因 你可以說這是業配 但是我覺得 一支業配要花80萬 要花80萬 買一台車 實在是有點可怕啦 不過這是我真的發自內心 去替富哥推薦 如果對 真的想買我車的人的話 其實真的可以去 關注富哥的本專 然後他們現在還有推一個 新上車庫嗎 對 新上車庫的話 更新是比較快的 因為我們車子在 更新有點快了點 那很多人沒有追上 最新的車 車子 我們現在做新上車庫 你可以及時看到 目前的車子 有誰沒賣掉啦 剩哪些車啊 這樣子 對啦 就是你如果真的有想 有想要找車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去追 富哥他們的新上車庫 因為我發現他們 有時候粉專上面的車 可能一個禮拜就已經消失了 但是他們來不及算 因為他們的量才太大了 然後如果是追 新上車庫的話 就真的是可以比較及時 去追到 他們現在線上有哪些車 這樣子你也比較不會撲空啦 不然其實我在富哥這邊 待了一個下午 所以我大概看到他三組客人 實際上問已經賣掉了車 真的蠻尷尬的 因為我們在賣車的話 算很快 你看到的話 很多都是 車行的盤車價 都已經是盤車的價錢了 哦 對 那車還比那些還漂亮 那車友來買車 自然買的也很快 你知道其實有時候 我都跟富哥開玩笑說 其實在趟這邊買的車 你回去賣掉 真的都好賺 還能夠賺錢 有的 這真的有 對啊 好啦 這就是歸錢鳥 不過就是 還是很誠心跟大家推薦 乖到重機啦 然後如果真的有想買車的 其實可以多多找富哥啦 OK 那 感謝各位 我是教師 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